凯尔特人去年选中的炭花秀塔图姆在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赛季就展现了出众的天赋,这个修赛期塔图姆加强了力量与三分的训练,而他显然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 不得不让很多人猜想,多年以后的塔图姆是个巨星胚子,在结束采访时塔图姆表示自己还有很大空间,考虑到我现在的年龄,要增加大量的体重是很难的,但是毫无疑问,我变得更加强壮了。 塔图姆说道,这是我所能要求的全部,我不想变得太重,我希望依然可以在进区里闪斩腾罗,因为进后赛的出色发挥,塔图姆赢得了无数的期待。 场均18.5分4.402点进入的数据它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他在关键时刻的大心脏,以及那种能够老脸的掌控比赛的稳健。 凯尔特人上赛季和齐少欧战机场结束了季后赛之旅,但是他们是成功的一个赛季。 在海沃德和欧文回归之后,凯尔特人极有可能成为东部罢主。